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巅峰时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音乐祭典 泰勒斯1989时光倒流 2.流行巨浪 凯蒂·佩瑞 Roon勇敢呐喊 3.摇滚风暴 ACDC Back in Black重返巅峰 那么哦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音乐祭典 泰勒斯1989时光倒流 各位音乐爱好者 泰勒斯迷们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 闯进这个音乐时光机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音乐祭典 泰勒斯1989时光倒流 我是那位被赋予了解读古今音乐奥秘的教授 今天我将带领大家 穿越回那个充满合成器和年红灯的年代 不 不是80年代 而是2014年 当泰勒斯的1989专辑横空出师的时刻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泰勒斯真的有一台时光机 他可能会回到1989年 告诉那时的人们 嘿 我来自蔚来 我用你们的音乐风格 创作了一张专辑 并且以你们的年份命名 他在蔚来超级火 然后那些人可能会回答 太酷了 那你能告诉我们 古诗的走势吗 泰勒斯微笑着摇头 因为他知道 有些事情是时光旅行者 永远不会透露的 现在 让我们回到正题 1989 不仅是泰勒斯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也是他从乡村音乐 转型至流行音乐的一个重要标志 这张专辑的名称和灵感 来自于泰勒斯的出生年份 以及他对八十年代流行音乐的热爱 1989的音乐风格 融合了合成器 电子鼓点和层叠合声 这些元素 都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声音 当1989发行时 他不仅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更在评论界引起了轰动 泰勒斯以他的敏锐商业头脑 和音乐才华 成功地将自己 从一位乡村小天后 转变为全球流行音乐巨星 这张专辑的主打歌 Shake It Off 成为了无数人的洗脑神曲 而Blank Space 则以其犀利的歌词 和自嘲的风格 展示了泰勒斯的幽默感 和自我认知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 那些精心设计的音乐录影带 它们就像是时光机器 将我们带回到了一个充满复古风情的过去 泰勒斯在这些录影带中 展现了他的演技才能 从一个疯狂的前女友 到一个梦幻的公主 她的每一个形象 都让人印象深刻 总之 1989 不仅是一张专辑 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一个泰勒斯音乐生涯的转折点 也是流行文化中 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 而我们今天的音乐祭典 就是为了庆祝这个时光倒流的奇妙之旅 所以让我们一起摇摆 一起唱出那些 让我们无法忘怀的旋律 因为在泰勒斯的1989世界里 我们永远都是闪亮的星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流行巨浪 凯蒂 佩瑞 Rone 勇敢呐喊 各位亲爱的学生 音乐爱好者 以及偶尔在淋浴时 自信满满的高歌的浴士歌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一首 曾经席卷全球的流行巨浪 凯蒂 佩瑞 Katy Perry The Roar 首先 让我们回到2013年 那是一个手机 还没有变成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第六感官的时代 当时的流行音乐界 正如同野生动物园一般 充满了各种奇特的物种 在这个多彩的世界中 凯蒂 佩瑞 就像是一只色彩斑斓的孔雀 以她的Rone 一曲 勇敢地宣告了自己的存在 Rone 这首歌曲 以其强烈的节奏 和异于记忆的旋律 迅速成为了全球的热门单曲 歌词中的我已经从地上站起来 擦去了我的泪水 现在我知道我是一头狮子 I got up off the floor And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简直就是每个曾经遭遇挫折 但又重新站起来的人的心声 但是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 让人振奋的流行歌曲 它还是一个关于自我发现 和克服困难的故事 凯蒂 佩瑞用她的Rone 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力量 就像是丛林中的狮子 只要勇敢地呐喊 就能让世界听见自己的声音 当然 这首歌 也不免遭受了一些批评 有人说 它的旋律太过简单 甚至有人指出 它和萨拉 巴瑞爱丽丝 沙拉巴瑞丽丝的《Brave》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但无论如何 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无疑是凯蒂 佩瑞音乐生涯中的一个高峰 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音乐本身 现在 当我们回顾Rone 这首歌 它不仅仅是一首曲子 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一个勇敢的标志 它提醒我们 无论生活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挑战 只要我们愿意发出自己的呐喊 就没有什么事 克服不了的 所以 下次当你在淋浴间唱起Rone时 不妨想一想 你的呐喊 将会带你走向何方 也许你不会成为下一个凯蒂 佩瑞 但至少你可以成为你 自己生活中的冠军 现在 让我们一起勇敢的呐喊吧 Rore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摇滚风暴 ACDC Back in Black 重返巅峰 各位音乐爱好者 摇滚迷 以及那些偶然在电台上 听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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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吉他节奏 而不自觉点头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摇滚史上的一个奇迹 那就是ACDC的 Back in Black专辑 一张让黑色T恤 成为摇滚制服的音乐经典 首先 让我们回到1979年 ACDC的前主唱 Bone Scott 在享受摇滚生活的同时 也不幸地与世长辞 这对于ACDC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毕竟 乐队失去了他们的声音和灵魂 但是 就像摇滚乐 一直以来所展现的那种 不屈不挠的精神 ACDC没有选择停下来 而是决定继续前行 接下来 进场的是 Brian Johnson 一位戴着独特嗓音和帽子的英国人 他的加入 可以说是摇滚乐界的 换帅成功典范 Brian Johnson 不仅接过了Bone Scott的接力棒 还帮助乐队创造了一张销量超过5000万张的专辑 Back in Black 这张专辑于1980年发行 从封面到曲目 都是对Bone Scott的致敬 封面简洁的黑色背景 配上乐队标志性的标题 这种低调却又充满力量的设计 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 这张专辑的重量级地位 而当你按下播放键 那种从耳膜直通灵魂的电吉他声 更是让人无法抗拒 Back in Black的乐曲列表中 有着一系列的摇滚经典 比如Hell's Bells的终身开场 You Shook Me All Night Long的节奏改 以及标题曲 Back in Black的经典吉他riff 这些歌曲不仅在当时风靡一时 直到今天 依然是摇滚乐队现场演出的必备曲目 这张专辑的成功 不仅仅在于它的销量和影响力 更在于它展现了摇滚乐的不死精神 Gacy Decy用Back in Black告诉世界 即使面对最艰难的挑战 摇滚乐也能够重生 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那熟悉的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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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段吉他旋律 这是摇滚乐对逆境的最佳回应 这是ACDC用音符书写的不朽传奇 而你 正是这个传奇的一部分 所以 穿上你的黑色T恤 我们一起重返巅峰 摇滚吧 在今天的音乐祭典中 我们一起回顾了三张不同风格的经典专辑 泰勒斯的《1989》《凯蒂》 佩瑞的《ROR》和ACDC的《Back in Black》 这三张专辑分别代表了流行音乐 流行舞曲和摇滚音乐的巅峰之作 《1989》是泰勒斯音乐生涯的转折点 它通过这张专辑成功地从乡村音乐转型至流行音乐 展现了它的音乐才华和商业头脑 而《ROR》则是凯蒂·佩瑞勇敢呐喊的象征 通过这首歌曲 凯蒂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力量 只要我们勇敢地呐喊 就能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最后 ACDC的《Back in Black》 不仅是对前主唱《Bone Scott》的致敬 更展示了摇滚音乐的不朽精神 告诉我们 即使面对困难 摇滚音乐也能重生 并更加强大 这三张专辑都有着不同的风格和影响力 但它们都是音乐历史中的经典之作 它们通过音符和歌词 让我们在时光倒流的旅程中 感受到不同年代的音乐魅力 所以 无论你是喜欢流行音乐 流行舞曲 还是摇滚音乐 这些专辑都值得我们去品味和欣赏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对这三张专辑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最喜欢的歌曲是哪一首 还有什么其他的经典专辑 你想推荐给大家呢 让我们一起分享音乐的魅力 尽情畅所欲言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